欢迎收听 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我们每个礼拜会帮政治新手 喵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没错 那上个礼拜除了228事件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政治新闻 也就是全台最大的 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上线了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转型正义资料库 这个说来有点复杂 那基本上转型正义资料库呢 里面放了很多戒严时期的 军事审判案件 那当时很多政治犯啊 都是通过军事审判案件去 审判的 但是呢其实呢 这些很多的受难者呢 很多被审判的人当时其实都是无辜的 但是这几年来都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审判系统啊 让就是现在可以去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之前都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 因为我记得你平常好像都会去讲这些故事啊 讲的我好像很奇怪 好吧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各个政府部门有陆续 这几年来都有在公开这些档案 但其实以前这些档案都散落在就是 有些在档案局啊 有些在国事馆啊 在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或是有些是民间研究 所以这个资料库我觉得做得不错的是 他把这些过去的这些研究都整合起来 成为统一的资料库 然后方便在里面搜寻 他像是索引嘛 我记得可以查名字 然后可以查军法官是谁 受难者是谁 或是通过这个死刑的 谁经熟的 然后判了什么罪 所以它可以有点像是一个目录 可以让人家很快的去有系统性的搜寻 然后比如说哪个案子 然后它被判了经过多少次的审判 然后中间有哪些法官军法官 然后呢 他每次的判决的刑度是什么 比如说有些是无期徒刑啊 有期徒刑啊 或是死刑 对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但我们单纯就是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名字 可是我们不见得能知道 这个名字背后它发生了什么都市 那今天就是有准备一个 其中一个案例 也是死刑的案例想要跟大家分享 哦对没错 某某的故事时间又开始了 没错 那其实因为其实蛮多故事都还蛮那个 有不能讲有趣的 但就值得大家去听 那我今天举一个例子 叫做童长 童是那个儿童的童 无常的长 对无常 经常的长好了 童长 那其实这个人 你不要 他是做到台湾新生报的副总编辑 其实算是一个在媒体界也算蛮高的位置 他是在1971年被起诉的 那是为什么他被起诉呢 那时候他几岁啊 50几岁 他起诉等于是50岁 对 50次5岁的时候 那也不 年纪很 年纪已经不算小了 所以他是1971年被起诉 那为了什么原因 因为他被调查局抓 就是说 他在1939年参加过一个东西 叫做新安旅行团 那这个旅行团被人家认为是 就是共产的外围组织 所以他因为一个30几年前的案子 30几年前参加了一个组织 他在过了30年后被政府抓 22岁的时候做的事情 然后50几岁被调出来 对 他可能自己都忘了 有可能 而且就是你当时 因为你当时因为参加这个 被认为是共产的组织 即使你过了30年后 他一样要揪出来 把你就是当作有罪来审判 你刚刚说共产的组织 你说他只是参加一个旅行团 为什么被认定是一个共产组织 这个当时有很多情况是这样 就比如说这个组织里面 可能有一个人是所谓的共产党 一个人 一个人某一个人是 那你跟他一起参加同一个组织 那我也不是我选的啊 那你当然也是共产党啊 我要怎么选我的组织 谁叫你要参加共产党参加的组织 你一定有问题 那你在里面 你当时为什么不举报他 我又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叫支肥不报 抓起来 所以其实很多案子都是这样 臭臭臭臭 然后先决定你有罪 再慢慢去找各种证据 所以像这个通常嘛 这个案子就是说 他不是很久以前 小时候 2070岁的时候 参加这个什么旅行团嘛 后来他来到台湾啊 然后开始在媒体界工作 然后呢 就是总之他被盯上要整他 要绊他 所以他被抓了之后呢 那这些特务们就开始去找 找他过去有做哪些事情 因为他在报社工作嘛 所以可能刊登一些文章 很容易抓到小编 好 他在1962年的时候 哇 他在一个专栏叫幽默文选 刊登一个文章叫做 爸爸的鼻子 然后里面提到就是说 10月31日的鬼节 如何如何如何 就一个关于万圣节的幽默文选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 这个会被当做 特务起诉他的工具 10月31日就是万圣节啊 万圣节就是 那天刚好是 是谁的生日 谁的生日 就是当时的这个总统讲公 10月31日的总统讲公诞辰 你竟然说是鬼节 哇这个有鬼 直接抓起来 这是证据 好脑补啊 对 好 1966年 他也在新生报 同场在新生报 刊登了一个小品文章 叫庙老头 里面提到 也是那种幽默小品文 他说里面有个提到 镇上有个奇人 他已经80岁了 然后被人家问说 哎呀你会不会老了感到很险误啊 结果这个人就回应说 我不老就得死啊 但是他刊登的日期也是10月31号吗 没有他刊登的那年 刚好是讲公 80岁的生日的时候 所以是大寿也不行 对对 甚至当天也不行 对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讲就是 因为我盯上你了 我就会去把你过去各种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去凑 这个硬凑上关系 抓起来 当证据 有关系抓起来 同一年 刚刚讲1966年一样 那他也刊登了一个漫画 就是那种相安无事的漫画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人 他画了一个人 然后就坐在路边 然后在那个抽烟这样子 然后呢 结果呢 他因为这个人 胸口有一个字 是那扶寿 寿命的寿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寿衣的 也没有像是寿衣的 但他有个 胸口有个字 就寿 然后呢 但是呢 他被特务写说 你这个漫画人物身上这个寿 你的顶端是分开的 你这个在就 詛咒别人断寿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特务要 起诉他的证据 所以 所以像 而且就是他们调查局 要再查封他说 那有一些就是 这个酌情 或是跟共产党 有关的书籍的时候 像 服侍德 少年维特的烦恼 包法利夫人 卢少忏悔录 其实等等 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很稀松平常的书 都被当成是他违法的证据 所以其实 有点像是真的 你 他要抓你 再开始找证据 怎么找 反正他想抓你 他一定想不到 对 我觉得也不是 就变成不是说 因为他要真的说 他是民主斗士 其实是很反抗 他甚至没有做这些事情 他只是对 你看看 你看他是一个报社编辑 看那些文章 神人想到会连带的 就是说 这样也会被当作 那个你判断 你这个颠覆政府的证据 对 所以他一直到 刚刚说他 1971年被起诉 那他在1972年 就被判决是 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 然后初始刑 而且财产落首 枪毙了 对 枪毙了 可是为什么 他会出现在一个 转型正义的字 我们刚刚前面好像 忘记提到说 转型正义 他这四个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 比较好去理解的方式 就是说 因为像比如说 刚刚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感受到 像这是非常一个 即使那些起诉判决的 文字是真的 就是站在当时政府立场 即使那些为真 都非常的荒谬 不可思议 但是那个时候 国家却可以用这些理由 把一个好好的人 给枪毙 所以当时政府 他犯错 你可以想到说 他做错了 他做错事情 你一个政权他做错 一般人 做错事 你至少要道歉 要赔偿给人家 那政府做错事 一样 你需要道歉 需要赔偿 那 你说 有些人会说 那政府 政府好像每一年都 都会有什么228 也会道歉 什么戒严 解严日也会道歉 好 你道歉是什么 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 而道歉 是谁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错的 你不能只是很广泛说 过去错了 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 像通常他的家人 他也会想要知道说 他到底具体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对 比如说那些特务 特务是谁啊 审判他的人是谁 为了因为什么原因 而判他有罪 对 所以这些其实很多的细节都会需要公开 就是各种的正式档案公开 就现在做的这个还没有那么完整 但是却是一个 等于是慢慢慢慢在前进 那你觉得就是像转型正义资料库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同场的名字吗 有很多的名字 他都可以连结出各种类似事件或是更荒谬的事件的审判过程 那你自己看到这个资料库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自己那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感受 第一个想法是说就是 因为我自己平常都有去搜集这种相关资料的兴趣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自带成一个萌萌转型正义资料库 但是其实所以说我大概知道 这些资料我大概之前都有看过 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好像还好 只是把这些原本有的东西整合在一起 但其实这个过程中可能是背后累积的 是这可能几十年来 民主化的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的逼着政府部门 或从威权走向民主 慢慢的慢慢的开放 好不容易过了三十年 过了几十年 才有一样现在一个初步的 成就就是一个 你可能使用起来 你现在觉得没有那么方便 但它背后是经过非常多人的努力 才撑起来现在有的这个初步的资料 其实有很多资料都没有数位化 对 而且他们要留下那些纸本 然后他们要再扫描 在整理上面那些手写的字 你先栏位关键字 然后关键字姓名 而且你有给我看一些那种 他们那个军法官写的东西 其实字都蛮难辨认的 对 这些人写的时候 没有想到多年以后 会有人在那边看 然后还有打成这个书废话 我那些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过程 确实是蛮费工的 蛮费工的 然后他们做这个资料库的意义 其实也是方便 像你或是说像我们一般的民众 想要去 如果真的是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他可以去站在这个架构上面 去认识那个历史卖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搜寻 就是大家可以搜寻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 搜寻进去之后呢 其实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资料检索功能 你如果真的进去里面 其实你可以在关键字啊 或是在一些进阶检索的地方 你或许可以搜寻一些你认识的人的一些姓名资料 对 如果你刚好是有害者家属 对 或者是譬如说你可能对 诶 我如果在这个搜寻 关键字栏位 搜寻讲中证会发生什么事情 诶 你就会或许有发现一些有趣的 有趣的资料 诶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啊 诶我们现在搜寻吗 先来搜寻 大家你看 如果大家到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 里面的资料检索 栏位 搜寻 然后你可以按进阶检索 进阶检索下面呢 你可以在旁边很多栏位可以选择嘛 有一个栏位叫审理人 意思是 意思有点像说 诶这个经过是谁来审判你 就是那个盖长的 咚咚 对 是谁 好我们在审理人上面 加入蒋中证 然后按查询 就会看到 大概有三千多笔案件 是当时的这些军事审判 是经过蒋中证盖长的 而且如果你在这个栏位里面 再加入一个终审判决刑度 也就是这个人被审判的最后到底怎么了 把这个刑度再加一个死刑 再去搜寻的话 大概有八百七十六位 那这些人 就是都是经过经手过蒋中证的改章 而且被判死刑 而且我觉得 就是你在查询的时候 我觉得他蛮特别的地方是他竟然附上照片 对 照片是死刑犯的照片 对死刑犯的照片 然后他放这个照片 意义是说要跟 又说最终身的负责人 确认说我真的有刑刑了 有我确定 这个人死刑前跟刑刑后的样子 给他们看 对 然后我仔细看了那些照片 我其实觉得 蛮震撼的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人 其实他是在笑 对 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 因为那个照片 其实 等一下如果大家 照我们去搜寻的话 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其实就是 一个人手被绑在后面 他胸口就贴着他的名字 对 然后就是 就是即将行将就义 我就等一下就被拉去枪笔 而且他这样一支牌 看很像毕业纪念车 喔 人生的毕业纪念车 对 所以真的 然后我们看到有些人 他真的是 面带那种很 很很 也不想灿烂 但是真的是 笑着最后 他的人生最后一个 在面对枪决的时候 是笑着被拍照 你觉得那是什么样子的情绪 你觉得如果你是那样子 你今天要行行前 然后他们说 某某我们现在帮你拍一张照片 这是你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你摆出的表情会是什么表情 我 我不知道 我现在没办法想像那个情境 不过我就是前两天 也有跟其他人 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说法 我觉得蛮 蛮 蛮有感触 他说那种感觉就是 我在最后一刻笑 就是要笑给 你会看到这个资料的人 就是比如说 你最后也许是蒋中正要看 这个人枪决前的样子 和死后 被枪决后的样子 我就是要让蒋中正看到 我就想到死前一刻 我都是胜利的 就是我没有错 我赢了这样子 对 哇 变成是一个很荣耀的时刻 变成说其实死亡对我来讲 并不是对令我害怕的事情 对 我为我所代表的正义的事情 理念 然后就是 对 毕业 毕业 听到那个故事 然后知道你现在手上所有的东西 都是真实的人 真实的生命 它可能代表是一个家庭 对 一个悲剧 你真的就是会特别的 会有更有感觉 对 就是你原本可能只是统计数字嘛 但是你真的看到名字 还有那个照片之后 你才会把这个东西跟 真的人连起来 你会看到 这真的是一个人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长这样子 他长得跟谁蛮像 他还蛮好年轻喔 他其实长得蛮帅的 像当时就是如果在我这个年纪 他去参加旅行 就是同常去参加旅行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这个年纪 然后他被判刑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这个年纪 我没有那么老 他在判刑的时候五十几岁 OK 二十几岁参加五十几岁被判刑 我对 我没有那么老 对 可是很多人确实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枪决了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 太无奈了 很难想象 而且一个新生报的副总编辑 他其实可以成就更多的事情 而且他就对他也很荒谬 就是我都在这边做了三十年都没事 你突然拿一个我三十年前所犯的错 然后去处罚他 所以真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的感伤就是 你甚至没有起身反抗 你都会成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那如果从他的案子来讲 我们用转型正义的 你刚刚讲的那些定义来讲 我们怎么去帮同场这个政治受难者做转型正义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好难 我现在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其实 我自己现在想到 有点像是我们自己能做就是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 其实你听这个故事 然后把它讲出来就是转型正义中的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历程 其实他就是用上真相的揭露 让你一个人知道没有用 又要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 说原来在当时 发生了这么多荒谬的事情 你想想看他的家人 也许他的家人到现在都有人 认为说 这个就是匪谍的后代 这就是匪谍的太太 匪谍的儿子女儿这样子 所以真的希望越来越多人 能够更多人知道说 他的这个判决 背后就是多么荒谬的 是非常不合理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讨论一下 转型正义资料库 他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直讲 然后不要用那种 觉得他是悲伤 觉得他是悲剧 就停止讨论 因为你停止讨论 你会更悲剧 对 对 不行 没有真相 然后不能让历史重变 没有原谅 对说得很好 很多人都会说 那这事情过了那么久 你应该放下原谅吧 你就原谅他 但是你要原谅 你也要知道你要原谅的对象是谁 你知道我妈要原谅吗 我连我要原谅的对象是谁都不知道 这些家属受难者 你怎么能够期待他们要去原谅 所以资料的公开 就有这个意义在 我们这个礼拜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好承重 谢谢大家收听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 记得也要分享给身边觉得政治好像很难懂的一些亲朋好友 然后今天聊到的一些相关连结 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然后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脸书IG 还有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没错 好 如果大家喜欢内容 也千万不要忘记 定期定格支持我们 继续做更多 对做更多好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下礼拜我的草妙政治再见咯 嗯 再见 拜拜